牙匠孙妍 举起青铜刀来杀赵黄印 可把素菜堵下坏了 不知怎么办好了 有人问了 赵黄印那马上皇帝能征灌战 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牙匠吗 今天是特殊情况 赵黄印今天出来是压马散心来的 没有顶盔挂甲也没带盘龙棍 只夸了一口宝剑 你想啊 没有兵阵怎么交战 大刀来的很猛 不知是迎战好 还是望着跑好 就在这千军一发时期 护家官看清楚了 护家官谁啊 左边是李通 右边是周旺 那周旺早有防备 抬腿在德省州鸟船 宅地有乌金棍 这条棍压卵出立大棍城 他马往前坐 挡住赵黄印 就在这根 孙元的青铜刀落下来了 周旺用棍往外磕刀 还看 刀棍相碰 唐棍生碎山谷 把孙元震啊 就觉得耳鸣心笑 骨口裂开 刀杆发热 干嘛 造品树部心里害怕 嗯 他手一哆嗦 这口道 揉 就飞了 孙元 驳马要跑 跑不了了 往了一步 那周旺 马往前冲 马头起横 燃住孙元的叙路 孙元吓得不知所作 啊 就在这儿 周旺 左手松开棍头 右手抓棍尾 单绑入力 轮起大棍 来给探山鸭饼 呜 打 把孙元砸成肉饼 战马也被砸塌垮了 枯沙 瘫在地上 周旺 打死孙元 收回大棍 高声喊贺 快闪开刀 放恶手回应 拿个剥夺 咬门的剑 啊 孙元被打死 李成晋 手下军官 听光尸寸 一个个焦头心耳 议论起来 哎呀 空将真厉害呀 是啊 就一招啊 孙元就没命了 呃 不好惹 李成晋回头看看大家 别乱 这有什么大京小盟啊 打仗命不死人了 怕死都被当心 今天我们就是为兴奏死 择切索 你为遇罪 不为罔宣 我们要和赵宏敬 拼个你死我活 就这几句话 好像给他们的君主打了一针 枪心计 立刻振奋起来 一个个脱掉笑桃子 摘掉笑帽子 露出短套 撕掉枯桑桑的血条子 露出冰刃 咕咕打个圈 把赵宏敬围在当中 就在那同时 李同信的君主 把孙岩的尸体抢回来 放在道庞 用笑袍的杖上 副将吕武 催马托上来 哎 十分的重量 少用大话嚇唬人 带我给孙贤迪报仇 马赵贤迪 周爸说 臭啊 你却报不了了 你要是和他杂贝同行 我就承承你 再给你一顿 送你回老子家去 免得活受罪 哎呀 气死我爷 绪武 收拾一条竹节钢筋 这条边 一是三节 前头有个大铁嘎的 是软中硬的家伙 他钢筋一举 像一条棍一样立下来 要是砸下来呢 碰上冰刃 铁嘎嘎 砸了下来 所以这钢鞭 会拐弯 要是抓住两头 往上一绷呢 还有残力 这个兵刃战销 吕武又很聪明 颠法巧妙 在这二百多人当中啊 他可是拔了尖 盖了帽的 算头把优移了 吕武的能力挺大 可分碰上谁啊 那周爸是 九斤沙场的大将 三十多岁 正在撞眼 没把吕武放在眼里 吕武 轮起竹节张冰 轻龙出动 像一根棍一样 直吐周爸的面门 周爸 仗着立下 没有在意 把乌军棍累起来 望弯一推 那意思呢 我把他边磕飞 哎 撒手 哪知道 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啊 剑硬他一拐弯 把字给卸了一半 当棍鞭相碰的时候 钢鞭一拐弯 这铁嘎嘎嘎呀 呸 正抽在周爸的手臂上 虽然是早的 也不行啊 留着手臂上没肉啊 除了皮就是骨头啊 当时就起个大紫包 周爸大就是 哎呀 差点把棍给扔了 他一竖 鲁武的张冰 哗啷啷啷啷啷 哗 又回来 直奔周爸的太阳却打 周爸下一举头 钢鞭走轰 周爸的气坏了 哎呀 这个冰人太可恶了 嗯 我得想发赢他 就在这儿 鲁武把这药踹起来了 周爸 不敢扯车冰刃 而是用棍去打驴武的胳膊 哎呀 打 咔打 胳膊给打折 钢鞭一下子出手了 哎呀 疼死我 驴武用手捂着胳膊 他拽心想走没能走呢 周爸来的小滚脆末 大跪 直奔驴武的腰不扫来 嗚 就这一声啊 把驴武吓得抱着脑袋 哇 马下一滚 没想到 后脑勺正撞在一个尖匙上 当时是奇跳流血 驴武死了 周爸 泱泱得意 马在当场 学了三圈 呦 哪个还过来送人 李崇敬手势人 刚想要站 李崇敬一白手 谁得过来 你们给我关闭了阵 我要替孙岩驴武报仇 李崇敬 马望前提 不慌不忙 来在当中 抬腿 得着鹿鸟团 摘成这条枪 叫三间四刃封 怎么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一般的枪啊 枪头像个鸭子嘴 是扁胶 三间四刃封呢 前面的肩是长方形的 好像一把大铲 还有三个枪尖 上下左右都有狼 四面是这儿 故事叫三间四刃封 凡使这种兵器的人呢 力气都大 李崇敬在冠马军中是斩将夺其的勇士 可惜赵狂进他们不知道啊 因为没在一起共国事低估了他 张光远一看 周霸打了两阵了 叫人歇下吧 周将军 你休息片刻 我打一件 不用 就这三元将 我都包圆了 李崇敬说 你打死我两元将 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你别跑 你是人 问我啊 告诉你 我这大僧朝 驾身长沉 官拜 右军同龄 揪 哇 谁先 赶门 大棍 被李崇敬 头顶砸起来 李崇敬 抓住三间四刃封的枪杆 往上一举 来个横丹铁门栓 用力一崩 随着喊声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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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论 周霸站马 连退 速度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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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霸就觉得 左膀上 拐了一下 这样 李崇敬好大力气 比刚才那两人将 都不强 我得小气 就在这 李崇敬学会干嘛 民乡建策 这 只问贤心大人 周霸 用棍 拨开枪头 二马 巴拉一措凳 邓颤相磨 人挨马靠 一插身之地 李崇敬 手机眼快 左脚水的 把嘴 担在安桥上 马上就回身 就看见周霸的后背 手中枪 来个握看 小云 大枪之笨 周霸后心扎来 确实 那是怪 周霸 降躲来不及了 三间四刃封 穿甲臭袍 就在这同时 李通 吹马赶到 拦住李除地 两人打在一块 张光远 跳下弹马 将周霸 想过来 那周霸 张了张嘴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绝气 身亡 赵光远 成坏了 这周霸 是有公之臣 他和李通 想当初都是 金顶太行山的山带王 是赵光远的舅舅 杜二公守下人 周霸和李通 是寻山带主 当初赵光远的舅舅 杜二公 抢劫百姓 被赵光远碰上 他们生锈不相认 两人打在一块 最后赵光远 把那秀就打败了 被请到山寨 通名报信 生计相认 赵光远宣讨 说你改写归正吧 别战身为王了 杜二公同意了 就这么 把周霸李通 交给赵光远 领他入朝 从此帮了赵光远 打了天下 从这之后 这两个人吃粮当差 不离赵光远左右 想不到今天 死在李初见首 赵光远怎么都不难过 周将军啊 你为功丧生 令人痛惜 朕 一定给你报仇 赡养家中老少 有一点对不起 周将军之处 让我赵光远 不得 好死 赵光远 正在悼念周霸之时 就听罗燕熙在身后啊 黑暗的一声 赵光远抬出一看 啊 李通进的大乡 扎进了李通的腹部 那李通成的 颜色更变 李通进 万致用力 双手一鸣 冲出大乡 望到一带的时候 李通的肠子 都给带出来了 便李通在马上 栽起栽 晃起晃 趴在鞍桥上 使出最后一点力气 一脆马蹬 这匹弹马回到赵光远身旁 赵光远 拢住马江上 翻着尖头高呼啊 李通爱心 李通强征 李通强征耳目 看看赵光远 万岁 为臣无能 为臣无能 让万岁遇难 千祖公宽恕 不不不 爱心 别说这话 我是自饶 怪我呀 因为我一时任性 你们受连累 不 万岁 快别说了 臣不行了 有一事相求 万祖公 能够应允 好 你说的 什么事 我和中华 都是卓州人 从小 结为弟兄 结拜的时候 说过 不能同生 但愿同死 今日 肃愿以偿 请万岁 不要叫我们做 外三会 弄两口 脖皮棺材 成练起来 运回原境 找一块营地 把我们埋起来 一定要 面向南方 让我们弟兄 在九身之下 看着万岁 统一南北 振兴 华下 赵光远 泪如雨下 泣不成声 孔郎 记住了 李将军 你们亲儿老小 有官网照料 请将军 放心 雨 我知道了 那里通 识别过多 脸色苍白 面露 微笑 嘴唇 抖动 声音 围绝 网绝 万岁 为以 保 保 苍 何神二目 与世 长词 李将军 李将军 赵光远 赵光远 痛哭 光远 贤 多加 小心 你回来吧 让顾和他决一死战 张光远 攻击 故此 他一箱快 这一箱一箱几碎箱 啪啪 两匹马打盘旋 一口气战了 十几个回合 妹 翻胜 赵光远 在一旁 关阵 这我着急又难过 已经死了两员将 张光远能不能胜了 如再出闪脱 我对不起人呐 哎呀 高元帅 我那好妹妹 你怎么还不来呀 连他送信人也没有 难道说 孤王 在命上 李同信之首 他恨自己 出营的时候 为什么没带盘龙盟 把棍子放在帐内 身上去一口宝剑 再马上使剑 剑短不够长 手小不如家之庙 就赤手空虫 怎么交战 把他急得 两眼穿火呀 就在这边 突然 李重敬走枪 奔张光远 啪啪 连扎三香 张光远左右风迎 把他三香刚封出去 两人一坐凳之时 李重敬携爪 唰又来一响 张光远再想躲 就来不了了 突然一声 正扎在腿上 李重敬马望前村 大香望回一带 杀一声 连皮带肉和争群 扯着一条子 能有半尺长口子 鲜血之流 张光远疼得 倒托大香 是驳马 败到赵狂敬身旁 赵狂敬 扯着一块桃枪 给张光远包扎伤口 止不住血 没办法把衣服脱起来 打斗 啪 啪啪一声 罗燕熙的手一松 这口大刀 就废了 李重敬 就是一枪扎了过来 罗燕熙想躲来得 提了身子一歪 从假叶子梦扎进去 啪一声 正扎在左膀上 李重敬把相望回带 啪一条口子 方月眼不好啊 罗燕熙搏马带回本部军队 李重敬 泱泱得意 召喊 赵狂运 这回 你还往哪跑 哎 你的四元家 死了两个 伤了两个 你真正成了 孤家寡人了 还想活命吗 拿住 李重敬 来楼窃 这是凝枪就此 赵狂运是马上皇帝 文武全才 论公布 可不定于李重敬 今天不行 发生我讲了 他没带谈龙龟 万般无奈 苍朗力生 抽出内向宝剑 用宝剑应战 那边说了 没别人不要紧 赵狂运不会从敌人手里 躲一干吗 说的容易 做的难 李重敬的武艺高强 不是平凡之位 赵狂运夺不了 他只能招架 哪能腾出功夫 是想别人经认的 时间长了 赵狂运是准得废勤 击他汗流浃背 二目喷火 罗燕熙张光远 双重挂踩 干着急使不上劲 不能助战 罗燕熙 坊子被划伤了 抬不起来了 张光远 失血过多 昏昏沉沉 又把敌人上来下毒手 一边观战 还得一边防备偷袭 李重敬越战越忙 赵狂运 你还折腾什么呢 太香了吧 你赶紧扔宝剑 你背心吧 还别找麻烦 这面 赵狂运毁恨有响 心想 无故我出的什么人啊 白白搭上两人战将 又恨李重敬 心狠手黑 下次多少 难道 难道我命当决这地吗 眼看金城 幸命难保 就在这这儿 山口的远处 存了一阵马挂 我挪音之声! 声音油软耳尽 山谷中清粹月儿 紧接着好像无数匹战马飞奔而来 召唤面急剩一振 哎 这是不是 我手下相关到了 他又不敢多分神 边打 边偷偷瞧 就怕呢 一时疏无 心力难保 他这边在琢磨呢 李崇敬的君主啊 早就惊见了 他们登上高坡 往远处眺望 就在远处山口内 走来几十匹马 冤沉滚滚 马上将官 推甲先鸣 高级高枪 齐声高喊 主公 罗将军 张将军在哪呢 我们元帅来了 李崇敬的君族大兵 赶紧 跑下高坡 李崇敬 战事不好 找狂兴的元兵到了 李崇敬 暗暗叫火 怎么找不来 晚不来 单单 这阵他们来呢 要是晚来一会儿 我可就把赵 狂敬杀死了 现在怎么办 他们元兵到了 按理说 我该撤走 我要是一走 放跑赵狂敬 再想抓 他抓不着了 不能走 就在这 马上 轮鈴声 越来越近 嗯 现在还有一小段距离 我要是 枪里加紧 或许能把赵狂敬杀死 我把他杀死 他的将官 再把我抓住 宰了 也值得了 对 李崇敬拼了 想着这 他不当不走 防尔把大枪 闪害了 啪啪啪啪 招数加紧 赵狂敬闯过事 一时时刻 叹发病争 宝剑为大山科飞 赵狂敬吓得 学马往人群外边窜 李崇敬守着军逐 摆兵任拦住去路 赵狂敬无奈 居可在人群当中 都窜了这匹 转来转去 李崇敬死 追不放 那么远处来的骑马 监管是谁呢 正是大宋朝元帅 老驸马 高徽德 高徽德怎么才来啊 今天下午 元帅高徽德和军事苗廷善 寻营查哨 他们走了好长时间 回来以后呢 就商量 怎么能够拿下心灵 赵狂敬出行的事啊 他们不知道 虽然高徽德回来没见赵狂敬 他以为新军路上太老把 皇上早朝休息了 当晚上吃饭的时候 还不见赵狂敬 行宫的太监着急了 给元帅送个信 可是万岁已经出去好长时间了 高徽德太怕 忙派人四处寻找 他们没合计啊 赵狂敬能进山 长远道 君不入险地 山间林内 是敌兵设埋伏的地方 赵狂敬走的兵夫不能去 所以也没有进山找 最后实在找不着了 还把守各营门的君主 找来挨着询问 有人报告 看起来四员大将 保着圣驾进山 高徽德听完 吓得魂飞天外 忙带着高怀亮 叫袁服 马璇一等十几名将官 带着千兵议队 进山找人 走十多里地 才听见里边杀生的日 君主一阵高寒一边 出一马赶闷出事的地方 那高徽德 打马中飞 很快来到了当场 抬头一看 远远党为了一堆人 出交两匹马 像走马当一样转来转去 到那七星期一看 正是赵黄晋 还有一名将官 就是李崇敬 他不认识 高怀德大一声 前面是哪来的山贼草扣 胆敢赐亡杀架 亲由大宋朝兵马元帅 高怀德大乡杀 这才是人的名 竖的影呢 就这一档子喊出口啊 李崇敬的君主吓得 闪在了两旁 生怕高怀德的战马 踩到自己身上 君族一落 李崇敬大惊 带住战马 枪有夺手 闪目观桥 赵黄晋 这才闯过一口声 带住龙鸡 擦擦汗水 掌身 看了看高怀德 哎呀 他乐的 真如斗大明珠 落到掌中 又如酒汗和苗 得到干露 哎呀 我的玉妹账了 你可来了 主公 那个人是谁呀 他叫李崇敬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险些要了姑王的尽力 罗燕熙说 官帅 把这小子抓住 把他刮了 嗯 他跑不了 宋营重将 哗 赶到当场围着川 把李崇敬 围在当中 宋斌宋将 各举刀枪 和李崇敬的先祖 削起手来 一走一过 李崇敬这二百人呢 就死了一百五了 剩那五十来人呢 多半藏在石头后边 草戈里 偷偷的观察动静 高白亮 一走亮晶枪 四向李崇敬 李崇敬 张晓还手 使魁百姓又上来了 两人射战 李崇敬一看 哎呀 不好 我咋不过人家 老高这江华 威震滑下 又上个帮忙的 好汉男敌四手 我怎么行呢 难道赵黄敬该饶有劲吗 应咋应尽 是不行了 我应该如此热饭 这么这么饭 我 Alicia 不客气 你好 是的 你